国会下议院复会第一天 议会厅内也一度上演激烈骂战 沙巴民进党各党毛利国会议员穆利娜 多次援引议会常规条文 要求下议院针对苏路苏丹后裔 扣押国有海外资产仪式进行辩论 不过下议院议长丹西·阿兹哈 以案件还在审讯阶段为由 不回了穆利娜的动议 后者随后不断地高声抗议要求辩论 最终被议长下达驱逐令 禁足议会两天 国会下议院复会的第一天 议会厅内气氛紧张 民心党割打毛驴国会议员穆利娜 要求下议院针对国有子公司 遭苏路苏丹后裔扣押仪式进行辩论 不过议长丹西里·阿兹哈哈伦 驳回了他提出的紧急动议 进而引发一场骂战 穆利娜随后表示 这已经是议长第三次否决了 他的紧急动议 愤而向阿兹哈表达不满 甚至还质疑后者忽视沙巴人民的利益 他认为苏路课题不只涉及沙巴子民利益 更是关乎国家主权课题 理应要在会议上辩论 然而阿兹哈还是拒绝辩论有关课题 并解释说苏路苏丹后裔对政府索赔的审讯正在进行 为了避免干预司法审理 不适合讨论有关问题 但显然穆利娜不接受议长给出的解释 阿兹哈要求穆利娜坐下 让能源部长达基尤丁念出要提成的法案 但期间穆利娜不断打岔 阿兹哈最终忍无可忍 向穆利娜发出驱逐令 之后起身离开议长席 将会议交给副议长莫哈默拉西主持 拉西随后要求达基尤丁继续议程 不过被赶出去的穆利娜坚持 留在议会厅内 还时不时站起来打断达基尤丁发言 拉西多次要求穆利娜坐下 但后者拒绝还一直高声抗议 拉西最终决定将她逐出议会两天 除了穆利娜 普莱国会议员沙拉胡丁 也提出了一项雷同的动议 要求辩论苏鲁苏丹后裔的索赔事宜 而五级牛鲁俄国会议员兰卡巴辛则表示 阿兹哈没有资格拒绝有关动议 因为他的兄弟伊德鲁斯是总检察长 当中存在利益冲突 不过阿兹哈严正驳斥了存有利益冲突的指责 强调自己从来都不和兄长谈论公事 阿兹哈苏小旅 母仔的这有一 Christ 你还想音助 contGood 不过阿兹哈人